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台北州島的美鳥 今天就可以回到北州島的馬 那我們現在一起跟我們一起前往 北州島媽祖的主廟 現在我們已經出了馬頭 那隨著香蘇我們前往我們主廟的地方 在我背後的這個就是 北州媽祖主廟 那現在隨著香蘇 我們上街一直來看媽祖的正面目 這背後呢是我們進主廟的第一座山門 那要在服務這個香蘇的差第一道頭香 那香蘇現在就進去祈福吧 香蘇呢經常出門祈福 那每次都會帶上我們自己家的城鄉料房 那這盒香呢跟一般的香有什麼不同 就是說我們每次去每一間寺廟拜拜 我們用的香的量都不大 所以呢 富山將這個香把它30隻包成一包 非常方便 那我們到一個地方呢 我們就給它點上山柱香 那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上面的香是這種金色的火色的 這些一般都是化學香 那香蘇特別強調就是說 我們要點個香 因為是代表我們的城裡 所以我建議大家點上這個 很好很好的城鄉 這個山柱清香呢 就代表我們的心意 可以把我們的願望 上傳到上天 點媽祖知道 然後我現在把這個香點燃 一般我們的廟旁邊都有這個藍香的這些油燈 那我們就把這個香大概點燃 那點燃過後大概燒到火頭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不要用嘴巴吹 因為不禮貌 我們手揮一揮 這個香就要點燃了 那現在香蘇來 前面像我們的這個玉皇大帝 先跟大家祈福 然後插香的時候呢 我們最好是分層上四層 所以把它中間然後右邊 然後再來左邊好了 插完這個香的時候呢 手揮一揮一揮就好了 好 現在我們在山門祈福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要前往上面的主廟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這個階梯 就一路樓上爪 下面有攝影子 讓我們隨著這個舞台樓 我們一起來見見主廟的正面目 在這個階梯中間呢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香爐 那這個香爐呢 這一面是炒外 這一面是炒外 這一面是炒我們的盒中 炒亮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香爐 拜拜的時候 要炒外面翻 那拜完之後 在這個香爐這邊炒上 好 炒完之後我們可以在街址往上走 可以一起炒往我們的主廟 剛剛買的這個金元寶 還有這個蠟燭 然後還有這個媽祖的金子 那現在香爐就要前往我們上面的這個主廟上面拜拜 但是這個只是第一個廟 它還不是最多人朝拜的這個主廟 那我們先前往上來看看 我們點好香之後呢 我們就跟我們的天上聖女媽祖兩人欺負 那我們祈福完之後呢 我們就把剛才的三座槍插在這個牆上 現在我們在主廟擺完貢品之後呢 香爐就要開始點完我們的蠟燭 然後把我們的這些元寶啊 金子放到這邊 因為它主廟已經是禁止我們 把這個蠟燭跟紙錢帶進去 那我們先點完我們的蠟燭 出去拜拜 像是我們推薦帶這種打鼓機的方便 那我們點完蠟燭之後 香爐就要把這個蠟燭移到他們的這個蠟燭口 這裡有很多人點蠟燭 以後香爐找一個好位置 左右各放一顆 一般就是左右放一顆 就比較圓滿 那隨著香爐桿過來這邊 後面背景 可以看到天后宮 那這就是我們台灣的媽祖廟的 我們講的朵馬 就是最大的媽祖 天上聖女 那這個香爐桿來看 這個香爐全部都是 很大隻的這種 黄色的橙色的香 那當然我覺得 化學香還是少用 那我們送個香爐來上面 現在香爐來到我們的天后宮主廟 那這個車要拿出香爐的 特別特別是這個 香爐旺財香 香爐旺財香 這個龍香 它尺寸是一尺六 也就是48.5公分 車生意的興隆 生生地獄 合家平安 然後這次合家 那這次車 保佑了我們的生意之外 也保佑我們全家平安 那剛才香爐說 帶著這個打火機 這個時候就派上用場 因為這種香稍微粗了一點 需要一個火力特別十足的 這種打火機來點 那大概可能我們需要給它燒一下 因為它這個直徑會不夠粗 這個特朗過這邊很多人 都會來這邊方天派 所以大家會聽到那個 更開心 在這邊的神祖都是 到越 到越 到越大聲 總是你越停止 越 越 越是 可以看到這邊已經開始出煙了 這幫我丟一下 大概點燃這樣子之後 我們記得剛才的這個 中間這一隻是 神恩庇佑 旁邊是合家平安的 那我們開始跟我們的 天上聖母媽子來祈福 好 香酥就 剛剛拜完之後呢 一樣剛才的順序 我們剛才有這個 神恩庇佑 生意興隆這一隻香 可能要把它插在中間 然後 這個 這個合家平安的 一個插右邊 一個插左邊 那這樣子 就圓滿了齁 那在我們主廟呢 我們天后拜拜完之後呢 記得我們求一個平安米 這個平安米齁 帶回去 我們把它放到電鍋裡面 煮一煮全家都平安 那拿出來的時候呢 要在這個香爐上面呢 我們把它轉上三圈 那記得要順時鐘轉 轉完之後呢 我們感謝一下媽祖保佑 那接下來呢 香酥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拜完天后宮 不是就可以回家的喔 要隨香酥來這條蜜道 我們跟香酥前來 媽祖升天的一個神聖的地方 隨個香酥來 那這裏 如果是在假日的時候 都是很多人排路 那今天因為是星期四 所以稍微少了 好 隨著過來這裡 看到後面有一尊金媽祖 金媽祖 後面寫一塊 升天古蹟 來隨著香酥先來這個 這個小洞裡面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這個媽祖啊 他在這個洞穴裡面 這就是我們 媽祖最早最早的一個 升天的一個神聖的地方 好 我們記得來我們的 梅州主廟 一定要跟我們 再遵天上聖母祈福 來現在香酥又要來介紹一個 我們新款的香喔 叫做五露財神 昭財香 那背後是我們這個 天上聖母升天的古蹟 那這個香咧 它的設計 香酥介紹一下 這裡面一樣有三支 那三支香咧 分別 分別寫了什麼呢 香酥把它拆開 可是我強調香最好是 我一定要買原色 不要買那個紅色金色 那個 那個 就是 香這種產品 因為我們是要拜佛 拜神禮拜媽祖 所以越天然越好 那大家看一下 上面寫什麼字喔 上面寫 五福臨門 八方敬財 那中間這邊寫 五露財神 財源廣敬 旁邊這一支寫 合家平安 招財敬寶 那總共是三支香 那它的造型咧 有點像我們的銅錢 鉤子 就是古錢 那古錢代表什麼 就是我們的財源廣敬 然後我們現在 香酥來點燃這支香 現在香酥點好了 我們這個 補入招財香之後 我們就要前往 我們前後面的 就從天上聖母來騎 那 它的過程呢 先進來這個 最早的這個 升天鼓基這邊 然後我們可以拍一下 這裡有一個字 寫升天鼓基 這是我們天上聖母 最早這個 神機的地方 那這個 這裡面呢 比較起來小 那下去就 就先做個祈福的動作 好 好 好 那 香酥在我們 供奉完之後 拜完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香 跟著剛才的這個順序一樣 就是 中間的這支先擦 中間這支我們把它擦上去 然後旁邊這個 五福檸檬擦上去 好 然後再 和家皮面給它擦上去 好 那 這樣子祈福就 圓滿了 謝謝 那今天 香酥的祈福 基本上 就是帶到這個 我們 孫天鼓基這邊 的這個媽祖 之後呢 今天就圓滿了 那當然 如果大家還有時間 來 美洲島 就是度假的話 還可以再往上面走 去看我們的媽祖的實相 它 對望的就是我們 這個 這個 台灣的媽祖 好 那 最後 希望我們這個 兩岸一家情 然後呢 在這次呢 的大選當中呢 能夠變藍天 謝謝 在香酥背後呢 這個就是 媽祖文化園的路口 那媽祖文化園是什麼呢 上面有一尊 很大尊的這個 天上聖母的石雕像 那隨著香酥一起來吧 好 現在在香酥背後的這個 這是我們媽祖文化園的 這個媽祖雕像 那現在我們媽祖的視角 對望的就是我們 中國台灣的 媽祖 那媽祖那邊也一個 媽祖雕像 也是往這邊對著看 所以就是 兩岸隔水相望 所以這裡呢 非常的有靈氣 那我們到這邊呢 有的人會在這邊 獻狗瓜 那或者是我們 雙手胡屎拜拜 那今天的祈福呢 到這個 媽祖死掉這邊 好久也滿 謝謝大家